很多幽默的 很多幽默了吗 OK OK, 完了 耶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在 賈獨家晚上的市集 現在時間是大概 晚上12點 以前就一直聽說 晚上的市集很好買 這是屬於批發價 所以我今天來看看到底是 什麼樣的商品 好期待喔 其實這裡的市場 就是賈獨家Green 但是它會依照時間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店家 在賣但是我現在才在 入口我覺得 沒有很多欸 不知道是不是還要再進去更裡面 到這裡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到的時候已經是 晚上12點多了 所以我們是搭計程車前往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司機把我們放在JJGreen的大門口前 和我當時以為晚上的 恰圖恰市集就是JJGreen 大家應該也可以從畫面中 看到有一些攤販陸陸續續的 在收攤了吧 但是真正的JJ Market 其實是在公園的另外一邊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穿過公園 晚上的JJ公園 其實只靠著路旁的 一小排燈泡在照明 大家現在看這個畫面 好像蠻溫馨的 但是當時我在穿過這個公園的時候 內心真的是覺得蠻可怕的 現在大概是凌晨快一點 然後我現在要去夜間的假肚假吃雞 然後它可以很多批發價 然後我就知道它是怎麼樣 我現在肚子有點餓 所以看到那個 看到烤肉什麼 我現在要吃 先吃 先吃 Let's go 喔阿羅耶 超好吃的 哈囉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這個晚上的JJ Market 人好多 然後現在都是批發價 現在是大概凌晨一點左右 真的很棒耶 在這裡 看一下這個 地板上的 全部都是159到200 250之間 很便宜 這件衣服也才60塊錢 那一件衣好棒 大家看一下這個衣服的價格 超好吃的喔 超好吃的喔 吃完美食之後 我開始認真的逛起晚上的恰途恰市集 比起白天 我覺得晚上的市集逛起來很舒服 嗯 大家有沒有去過晚上的恰不恰呢 有的話請在下方留言吧 哈囉各位 所以我現在在 夾都夾市集的正中間 其實現在有一個APP 很好用 是那個夾都夾改 然後大家可以 用那個APP 來 鎖定你喜歡的店家 然後還有看你自己的方位在哪裡都很方便 還有廁所位置喔 那我今天的那個 夜房夾都夾 其實 只是想要看一下 它白天跟晚上的價格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但我發現其實都還蠻便宜的 那它的價格大概都是 比白天的還要再便宜一半左右 欸沒有到一半 大概 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我覺得是還蠻划算 但是有些店家就是沒有開 所以我知道為什麼 白天來逛假讀假的時候 有些店家替你們是關著 我現在終於知道 因為他們只開晚上 好 這裡真的很便宜 通常我帶 就是市集買的話 一件T恤可能120塊 我就覺得算便宜了嘛 這邊是三件 如果你買三件 一件就是80塊 真的很便宜 我最終沒有買 因為覺得那個T恤 版型穿起來不是很好看 因為是便宜嘛 所以大家在買的時候 要慎選一下你們自己 適合的版型 因為畢竟這裡不能試穿 然後買了 又不能退 有時候不能因為貪便宜 然後就買太多 大家解釋喔 這就是現在網路上 大家常買的那個鞋 超可愛的 一創只要150耶 我覺得很便宜 好像會不會洩漏網路買家的 對 一創150很便宜耶 哈囉大家 我現在逛完那個 賈毒甲的晚上市集了 然後 現在已經2點45分 所以所有的店家 基本上現在就開始收店了 他的一夜時間 其實是從晚上大概10點 一直到凌晨3點左右 所以想要比較舒服的 逛賈毒甲的話 建議大家晚上來 這個夜間的賈毒甲市集呢 他只有在禮拜五晚上才會有 所以 其他天的話 千萬不要來 你們會撲空喔 好 所以我要回家了 然後我現在等我的母病 而且 一隻才10塊錢 雖然小隻的 但是我覺得 晚上訂一下味我覺得還不錯 打到了 如果想要看我逛更多的市集 不要忘記按訂閱 並且分享我的頻道 那如果大家對晚上JJ Market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